二零二一年起 包括樂天Lightbank 還有將來銀行等三家 純網銀陸續開業 但至今還是陷入虧損 截至六月底統計 合計三家累計 虧損達到六十六億元 經委會主委黃天木 就估計五年之內 可以損一兩瓶 打開手機應用程式 只要簡單輸入基本資料 再將背投的證件 資料上傳後 不用跑到實體銀行 就能完成銀行開戶 貸款相當方便 管理三家純網銀上線後 吸引不少民眾使用 根據金管會的統計 截至第二季底 將來銀行開戶數 達三十一點八萬戶 Lightbank達一百五十七點二萬戶 樂天有十七點二萬戶 三家純網銀 合計破兩百萬戶 除了全線上業務 還有優惠存款利率 線上申辦貸款 跨行轉帳提款免手續費等 就連線上投保 也都沒有問題 只是截至目前為止 三家純網銀 均尚未擺脫虧損 截至六月底的統計合計三家累計 虧損達六十六億元 學者認為雖然已經少了實體 分行成本 但目前除了Lightbank 有比較大的客戶群體外 其他兩家純網銀 客戶群體略顯不足 該如何提高用戶 並提供有別於傳統 銀行的服務 以及更多元的跨業合作 從三個面向進行 才能逐步讓民眾轉變 對金融使用的行為 記者為吳家寶特意報導